我丢 院子里咋这么多奥特曼的头啊 不好 这肯定是摩格古兰特王对我们的警告 摩格古兰特王 我们得罪他了吗 快看敌人来了 我勒个道 怎么来了那么多 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们必须马上做好防备 你这些坚果墙恐怕只能拦住他们一会啊 这点时间足够我班就兵了 可谁能打得过这些怪兽啊 卧槽 是欧布奥特曼 那这些怪兽肯定会被打得屁滚尿溜 不好说 他们数量太多了 必须要做多手准备 要怎么做 召唤出鲁格赛特 让他守在客厅 然后来右边房间 放一只邪恶贝利亚 我勒个道 没想到强哥你认识这么多大佬 那是当然 接下来 把加坦杰恶叫过来 守在左边卧室 最后再把房门全堵住 好了 戏狗跟我从窗户处下去 好 以防万一 在后院放一排绿巨人 而我们就去密室躲起来 嗯 希望你叫来的这些旧兵能帮我们渡过难关 放心吧 我们一定能脱险的 不行啊 将人们 大门后面有个欧布 我不敢进去啊 要不这样吧 把墙撞碎从两边进去 这样就遇不到欧布了 聪明 我怎么没想到 快使出你的绝招 砸开这坚果墙吧 没问题 你们就瞧好吧 看我的急速旋风掌 哇塞 看着好厉害啊 鲁合赛透 你怎么在这儿 不好此路不通 我们还是想别的办法吧 你有啥好办法 既然右边墙后有陷阱 那我猜左边墙一定没有 我看你是在瞎猜 那就试试看 不好 怪你 一群废物 连个门都进不去 还是让我亲自出马吧 老大瘟 五大弹牛 你小子就是欧布奥特曼 吼什么吼 看招 不好 他们两个居然同归于尽了 那咱们打到回府吧 总货来都来了 当然是要把人类一网打尽了 但我用绝招破开这坚果墙 OK 搞定 伙计 你跑慢点 小心前面有陷阱 有什么好事 不吵笑我一笑 可恶的臭怪兽居然敢伤害我兄弟 你完蛋了 现在进礼物看看 是你 极恶被厉害 欺人太甚 使劲啊 快把他干掉 俺知道了 那边还有一个房间 咱们快过去 夹坦结恶 看来人类不在屋里 对了 客厅的窗户开着呢 那一定是从那里逃走了 哼人类别想逃出我的手掌心 光头强 你这是发疯了吗 不好了 这是诺亚奥特曼的背棋 诺亚奥特曼是来帮我们战胜怪兽的吗 不是的 他们已经变成怪物了 我勒得大盗 这下我们岂不是又危险了 这下真的要变成灾难了 现在不要惊慌 我还有土豆雷炸弹 只要把他种在门口那些怪物 就不敢过来 但凡过来踩中 就会立马爆炸而亡 我已经忍不住看他们爆掉的样子了 而且这边还有怪兽之王 加拉克隆和他的小弟 这次我们是要利用怪兽的力量 来打败奥特曼了吗 再召唤一个怪兽之王 哥斯拉 你刚才说的没错 确实是要用怪兽的力量 来打败他们 出来把宇宙怪兽结盾 这个房间再召唤一个风之魔王 摩格巴萨 还有另外一个空房间呢 另外一个房间召唤火之魔王 鲁格赛特 这样下去就万无一失了 对了对了 还有最后一道保险 这个可是重中之重 少了他肯定不行 没错 就是黑暗陆基艾尔 有了这些怪兽的力量 一定能战胜奥特曼 我们赶快趁现在去密室里面躲起来吧 好险啊 兄弟们差点就踩到炸弹了 炸弹不能踩 咱就从旁边过 看我的旋风梯 既然没用 就直接跳过来 诺亚地狱火 什么 竟然被格挡了 可恶的怪物 看来只能启动我的究极大招了 这家伙果然是个蠢货 还是看我鸡鸡国王的吧 曲曲夹拉克龙 只我一 他也不太聪明 果然只有从正面进攻才是最好的办法 看到了吗 这就是老娘的实力 痴然一击 别以为变大了就是我的对手 是我一记段子绝孙巧 真是为我开了一条好路 看我的旋风腿 就凭你也敢拦我一屁股做死 抽光头给我出来 什么怪鸟别敢了 这个铁掌也是个笨蛋 关键时刻还得靠暗熊二 啥 熊二竟然被鲁格赛特释放的技能燃烧殆尽了 那么那两个人类一定是跑了 这竟然是暗黑路基艾尔 说出那两个人类的下落 不然你就遭殃了 竟然被折腾了 不好 快点 看来只能使出我的所有力量了 诺亚究极破坏极光 不是吧 这也能躲开 可恶 我竟然败给了暗黑路基艾尔 他们全都隔屁了 这就是我光头强的实力 这次又是什么情况 院子里发生什么了 这次是杰德奥特曼的头颅 看样子一定是被怪兽给寄生了 我丢失超巨大的杰德奥特曼 他们足足有七八个 一定是盯上我们了 那我们怎么办 别怕 强哥我可是有实力的 这是我从大夫手里批发的毁灭孤 他们一旦踩上了 就会产生方圆十公里的爆炸 当然有这些还不够 我还召唤出来了火之魔王鲁格赛特 以及风之魔王摩格巴萨 除了这两个战力超强的怪兽 再召唤一个超强怪兽加坦杰厄 他会利用自己的触手攻击奥特曼 快进来 我要把门堵上 再召唤一个雷泽王 他的双拳可以击碎万物 太好了 有了这些怪兽 咱们再也不用怕被奥特曼抓住了 哼 就凭他们几个区区寄生的奥特曼 想抓我光头强 还得再早个两百年 跟我走去召唤最后一个怪兽 这个怪兽一定要实力最强的 出来吧贝利亚 一会儿你将会见到爸爸的儿子 那咱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看个屁 咱们得赶紧躲到密室里 冲啊 还好杀住车来 这里竟然是毁灭宫 那我建议你从旁边的围墙过去 看我的空手道 看来只能跳过去了 我铁掌大师果然聪明绝顶 抽怪兽吃我一击 可我好强的巨风被控制住完全不能动 这怪兽想干什么 果然是个笨蛋啊 这么快就被打败了 两个笨蛋关键时刻还得看老娘的 只要劈开这些毁灭孤 他们就不会爆炸 现在就这么小一个怪兽也敢站在我面前 看我的厉害 这个怪兽果然没有看起来这么简单 尝尝这个吧 可恶这家伙想干什么 快放 都是一群笨蛋 没有我吉吉国王聪明 看吧 这就是我吉吉国王的厉害 竟然被霸王龙一口咬爆了 我还以为有多聪明 熊大 可恶 我一定要找到那个臭光头 那小光头跑哪去了 看的超强撞击 让你知道熊二的厉害 蛆蛆狗熊 给我滚 可恶 俺就熊二超进化 别以为变大了就有用了 竟然这么厉害 俺就不信了 好痛苦啊 感觉回身要爆炸 这群寄生体果然在我强哥面前不堪一击